那你也拴不住他呀 孩子 对 我就是坚决不能让他去北京 他总觉得北京跟宝京算是异地恋 但是我就觉得就特别近嘛 而且我现在就是实习着工作的时候 我有的是机会可以去看他 也是 男生其实现在就让女生做选择题对吧 选你或者选去北京是这意思吗 对 女生就做了呗 但是我就觉得能遇到这一个机会特别不容易 我就想珍惜这个机会 而且我是想跟他一直走下去的 又不是打算就留在北京了 我就想趁年轻多出去闯一闯嘛 然后那个闯个两三年之后 他考完盐他也稳定了 然后我也回来了 我们就可以一起走下去 你还准备考盐是吧 对 过去在你们的规划里是怎么规划的 他留在保定工作 你考研 对 然后等研究生结束以后 再找工作完经一年 哦 其实他跟他的前男友我觉得分手的 主要是因为异地 他就是很不喜欢异地恋 然后就是我 除了因为他前男友跟他是异地 这个心理影之外 还有什么原因让你不想让他离开你吗 就是去异地发展 还有就是他现在 我就觉得他就是我 你是不是勾引人家呀 有你这么说你女朋友的吗 你就现在你都用的什么词 形容我呀 真的我就觉得现在啊 我必须他去哪儿我就看着 我如果是不看着的话 为啥呀 他怎么了 他有一次啊 他跟他闺蜜去北京嘛 然后我就想 你用闺蜜去的 应该没什么其他问题嘛 然后我就没有去 然后他就晚上吃饭的时候 就把男的叫来了 大晚上呢 还跟他跟男的喝了挺多酒 最过分的是还发了朋友圈 哪个男的 就是给他介入工作的那个男的 北京那男的 他发那朋友圈 跟那个男的是个合影 而且还附加一句话 郁娟你真好 你这意思 郁娟我真倒霉呗 你总是那么想我 我是那个意思吗 我从来都没有 就是影射你什么 而且我就觉得吧 我跟那个男的出去 我所有的一切 我都告诉他 而且我就觉得 只有发了朋友圈 就是我没有屏蔽他 我这才叫正大光明的 如果要是藏着掖着 那不才是真的有事吗 你是不是觉得他好啊 你要是真觉得 你就跟他过去 你走啊 你就永远都不信任我 你从上学的时候 你就不信任我 我没法信任你 我绝对不信任你 我发现到现在 就是开始实习以后啊 朋友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而且还特不喜欢旅游 而且就是旅游吧 总有人接待他 一般大多数都是男的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就有两次是男的 上语的几次都是朋友啊 或者那个女生 我都告诉他 他就不记得 他就永远记得 那两个男的跟我出去 喜欢他吗 喜欢 评价一下这个男生 就觉得他平常 就也挺踏实的 踏实 还有呢 然后做什么事都挺稳重的 踏实稳重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 对你不放心有点过分 对 就是我肯定是喜欢我男朋友 在意我的妈 就是我就不想让他 那个什么事都往 那种不正常的方面行 明白明白 在你心里这个男生 算很棒的男人 还是一般的男人 我就觉得他算中上等吧 我觉得我可以 就跟他一直走下去 这话说得很勉强啊 他会数了你吗 说拿别的男人做比较 会这样吗 那就经常了 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 你知道吗 他就是觉得 不能全天下午 好像差不多 所有男都比我强 是这样吗 对 差不多 刚才人家可说你是中上啊 他是在这这么说 他平时 那数了我不知道 数了是什么呀 他一般数了你什么呀 就是好比说 我晚上睡得晚一点 然后我白天的时候 早上要去厨书馆嘛 那个就是准备考研嘛 然后我乱起半小时 他就嘟嘟嘟嘟嘟 就没完没了的 一直嘟嘟 要不就是我跟他出去 我就穿着穿袋式 衣服才也要管 我穿 哎 鞋换一下不行吗 你不能撕着撕着吗 哎 你把头整理整理行吗 就各种 他就觉得 什么领导啊 什么朋友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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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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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